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7日 80年代初,英國就加快結束香港殖民地管治的部署 當時就開始搞代議政制,逐步引入一人一票的選舉 中央就決意收回香港,但是也理解 港人就恐共抗共的情緒 不想也不懂得怎樣管香港 所以鄧公就提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是一條重要的原則 九七前就已經有代議的政制,基本法 以至於九七後香港的政制都可以敢說 是進一步發展所謂代議制度,代議民主 鄧小平在84年6月會見一班香港各界 訪經團的人士就這樣說 他說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 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但是在愛國者治港這條大原則之下 中央當年在政治操作上高度包容 在起草基本法過程裏面 無論是起草委員會或者諮詢委員會 其實都吸納了不少當時一些民主派人士 包括已故的司徒華和現在李柱銘 也都有一些親台人士 軍行參與是整個基本法裏面 政制設計的一項重要的原則 原因其實很簡單 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制度要包容吸納不同的政治觀點 價值觀有不同的階層行業的聲音在 這個對維持政治生態平衡 社會長治久安是至為關鍵重要 整個基本法起草過程 前後差不多5年的時間 政制設計強調公平參與 多元平衡有效的制約 立法會選舉制度裏面 保留著功能組別 一席至少都有一半 地區直選的方法 選舉的方法 採取比例代表制 也都是要保障一些所謂小眾 小的黨 也都有機會贏出議席 立法會裏面也都有分組點票 這些機制 這些制度設計 其實目的都是很清楚 要促進軍行參與 制度平衡才能夠令到政治生態平衡 具多樣性 社會才能夠有真正的穩定 有利經濟發展改善民生 投票是重要的公民權利 是否行使就是個人的自由 香港的政制自從80年代開放之後 政治生態出現更加多樣性 政治光譜五光十色 無論是黃 所謂黃那邊 藍那邊 也都有一些所謂中間派 主流以外 小眾仍然能夠生存 甚至一些打 某一些社會議題的 也都有機會在一些 地區直選裡面 透過比例代表制 這個選舉方式 就贏取一些議席 表面上就好像很集聯 分聯 但是又會見到香港的政治局面 自自然而它又會找到一個平衡出來 當然2019年是一個分水嶺出現很大的變化 反修例風暴爆發 林鄭月娥政府就一錯再錯自制了一個完美風暴 那麼在當年這個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 那麼選民透過投抗議票 懲罰這個林鄭政府和建制派 民主派大勝 如果客觀分析的話 明顯並不是因為那個政治制度選舉方式的問題 因為同一套的選舉制度已經實施了很多年 建制派也都曾長期其實都是贏出不少的議席 2019的變天所謂變天更主要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管治失敗 造成民怨選民以選票去表達他們的憤怒 建制派大敗 當年也有這樣的報導 工聯會現在是民清局局長 麥美娟她自己的議席都輸了 贏了二十多年都輸了 在一個閉門但是被人錄了陰 爆粗罵林鄭 其實就已經說明一切 為什麼有所謂變天 選舉的結果反映了民情 不一定是因為政治生態出現了突變 這個也都不符合現實 因為香港社會長期以來 其實從政治取向那裡可以大致分為 泛民建制中間三大法 選舉制度雖然未完全是公平 但是議會的組成大致上仍然有多樣性 達至一定的平衡制衡 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 選舉制度從根本地被改變 議會大致上可以這麼說 只剩下一種顏色 分別只是心和淺 政治制度和生態的失衡 已經越來越明顯 更加有惡化的跡象 立法會由早成開始都已經 所謂清一色 稍稍溫和的一些零類聲音 批評聲音質疑政府的一些聲音 亦都被打壓 早前謝偉俊 在一個特首的達文時段裏面 被特首李家超當面去訓斥 那麒致遠也都試過說 在議會批評了政府之後 說立刻就收到官員 來的電話問他 要不要按啊這樣 暗示要他收聲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公開了的例子 沒有公開的肯定更多 登記選民人數是公民參與指標之一 數字就持續下跌 最新選民人數420萬 較去年正式選民登記者減少了12萬5千 連續三年下跌 再看看小的數 18歲到30歲這幾個組別裏面的跌幅 是雙位數 2020的立法會選舉 和2021年的區議會選舉 都是完善了選舉制度之下舉行 投票率都創了新低 那這些跡象其實顯示什麽呢 其實就是說 政制制度裏面已經失去了包容性 政治多元多樣性 也都是逐漸失去 同一個顏色的質型裏面 也都出現了一些變化 深藍 針對一些淺藍 深藍 越來越深的話 那會不會最後就變成黑色呢 制度缺乏包容多元的選擇 公民就消極去抗拒 低投票率 選民 登記選民數字下跌 其實都是清楚顯示了 這個制度逐漸帶來了一些政治生態的轉變 政治失衡的問題將會更加嚴重 這個其實對社會經濟發展 或者甚至政府很希望做的了 改善民生等等 震經濟等等的一些工作 其實都是會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和支持 請繼續comment,like,share 拜拜